请进运来大批铁栅栏 施大运闭目在即 维安请勿一分一秒都不松懈 闭目维安严正一带 就怕开幕出包再度重演 观众和选手都被烟雾罐吓到 继续教训人员分流管制很重要 小区团从里到外 做出三层防护网 公司人车检查站就设立17处 无视聚安检门严格把关 更有7处管制点警钉突发状况 外头出动铁马护栏铁围理 有效组合选手跟人群 但交管扩大再扩大 一旁的东华国小开学日首当其冲 这对闭目典礼还有一天 不过在唱款周边已经出现像这样 禁止进入的铁栅栏 不过为了预防开幕的意外再发生 北市在闭目 维安交管管制范围要再扩大 但是小巨蛋周边500公尺 就是东华国小 明天又是开学日 交通恐怕受影响 应该多多少少 应该只是暂时的吧 光是交通管制 影响还不是最严重的 警方绷紧神经 怕的就是又有人来闹场 目前我们也掌握到 有几个团体 预计在闭目典礼 来有一些意见的表达 一度传出陈世昌为首的独派人士 要在典礼上彰显如何建国 一经蠢蠢欲动 开始在世大运比赛会场 周边绕行 话不敢说死 北市警局更把小巨蛋周边安全 划分给七位分局长一同负责 东华南京以北 温山一温山二分局 攜手把关 小巨蛋本身一直往西 由大同万华分局负责 上回选手进场 遭组的地方交给市林分局 辖区松山分局负责 田径场台北体育馆为安 其他街道巷弄北投分局坐镇 警力一口气提升到6000人 内政部也放话 谁再出包就调离县值 就是要确保世大运能够平安落寞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